好 檢查 扇慈與千慈這對姐妹花 過往一口洁白整齊的乳牙 曾經是父母的驕傲 開始換牙後 牙齒問題卻成了全家人的困擾 很大顆 排列不整齊 不喜歡笑了 跟不敢開口說話 牙齒中間縫縫都開開的 然後念注音符號 我們會念成F或F 兩姐妹齒列不正 是因為他們平時習慣用嘴巴呼吸 使得舌頭往下降 進而影響到牙弓的發育 那如果舌頭往下降 我們剛好臉上的肌肉 會把牙弓往內壓縮 就會造成牙弓過窄 或者牙齒用機 由於國小學童正直換牙齊 不適合做固定式矯正 牙醫師以功能性矯正裝置 來幫兩姐妹矯正牙齒 功能性矯正裝置 就是阻斷她不良的習慣 白天大概待一個兩個小時 晚上的話盡量可以待一整晚 能夠盡量用鼻子呼吸 不要用嘴巴呼吸 這改善她不良的習慣 牙醫師建議 孩童在七歲前後 進入早期混合齒列期 已經長出第一大舊齒 上下二的門牙也開始更換 是最佳觀察齒列發育以及矯正的時機 家長若發現孩童有口腔不良習慣 最好帶孩子就醫檢查 大約新聞 王玉芬莊國雄 台北新電報導 好看 好看